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机制然酒夜 独家冠名的大型工艺 询人蓝笔等着我 我们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我叫段思琳 今夜七岁 我是来找哥哥的 等一下你哥哥 你快点回来 问一下你们俩只是 我们是鸟父亲 我跟我艾伦一起来 是来找我儿子 叫什么名字 叫邓玉哲 今年十四岁 十四岁 多大丢的 2013年 2013年 十二月十二日晚 刚刚没多长时间 没多长时间 十四岁了 还能丢 怎么丢的 可以说是离奇的失踪吧 离奇的失踪 怎么讲 那天下午晚之期 一般他一般最晚的话 八点半到八点四十就能到家 然后那天晚上八点五十了 我就看下手机八点五十了 我儿子还没回来 我就打个电话跟我老公说 我心里那天特别的不安 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事 我一直在看时间 到了九点钟我儿子还没回来 我就打个电话跟我老公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的老师 我说今天晚上 现在这么晚了 我儿子还没回来 是不是他们班上老师留了他们 还是怎么回事 他老师说没留 他就打电话给他们同学 他班上一个叫陈启芙的同学 他说是他那天晚上 他用自行车带我儿子 到了我们永福山一个老桥 你儿子要求他把他送到那儿 对 他是这样讲的 找一个人 我儿子的朋友 几分钟之后 刚好他爸爸就经过那个桥上 然后他爸爸就把他带走了 就留我儿子在那里 他爸爸刚好经过那儿 就带走了 一般的大人都会说 你这这么晚在这干嘛 赶紧回家 对 我们也问了他 他说没说 他说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 直接把他儿子带回去 然后就留我儿子一个了 到了十点的时候 我手机上发了一个信息 这绑架的信息 一下子我就懵掉 他说我儿子在他手上 他说要我两天之内 准备一百万 这个信息 你儿子在我手里 我要你在两天内准备一百万 千万不要去报警 你一去报警 我会马上知道 你就永远见不到你儿子了 我说到做到 电话也不要打 我两天后发信息给你 没想一下 这个人好像对你很了解 都知道你是老板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公安局怎么说 公安局吧 就说他说要钱 你先稳住他 说我们钱真的凑 然后我们发这个信息 我们要他不要伤害我儿子 钱我们真的准备 肯定要好几天 一百万 你不是个大数目 是吧 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等 一直等 等了好多天 都没什么信息 我们也不敢说 到处去宣传 到处去问 说我儿子失踪了 因为我怕到时候 打草心事 打草心事 我老公他就天天 搭在公安局 他不是说两天后 发信息给你们吗 发了吗 没有 到了第五天 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 我手机上又发了一条信息 就是这个信息 叔叔 你不要找我们俩 我们有钱 我们不想上学 很久不会回来 就是这个信息 公安局怎么分析 公安局一看一下这个信息 他说 他说没事没事 他说肯定他们自己 搞得恶志剂什么的 他一下子就放弄 他说没事没事 我就有点不相信 我说我儿子按道理 不可能会 看这么大的玩笑 跟我们 那就五天之后 来了第二次消息 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 再没发过信息 又十天之后 又写了一封信 又写了一封信 叔叔你好 我和你儿子 是铁哥们 你还搞寻人启事 把我们俩的自由搞没了 我在做事 大哥发工资给我们 还买了衣服给我们穿 我们是新时代的 网霞 爸爸 我不想上学 又不敢回家 怕你们打我放心 到时候我会回来的 风光地回来 爸爸再见 叔叔再见 12月26号 你找公安局了吗 找了 我们后来进去 公安局怎么说 公安局一看这个情形 又说 他肯定是他们自己出去的 自己出去的 对 你儿子恶作剧 他说如果是人家 绑架什么的 他说不可能 是贴上信到你家里的 他说自己留 留房门 你们自己父母的判断 依你们对儿子的了解 我们就觉得 就不是这样子 没这么简单 没这么简单 对 一直认为 我儿子到现在 我不知道 他是生还是 一直认为 你觉得儿子都活不了了 对 所以这么过 对 一直在自责 我觉得我 教育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我一直在这样想 要是我儿子 真的是恨我 然后他讨厌我 不想离开我 我就天天这样想 然后天天在心里 这样乞讨 我说 我经常跟我老公说 我说有可能 就是因为儿子恨我们 他说他不可能 恨我也不可能恨他 他说肯定会打电话 跟他练习 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还有一个女儿 还有一个女儿 几岁了 七岁 今天其实也来了 妹妹坐在那儿 我们见见妹妹好不好 愿不愿意来 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啊 师庭 师庭 你哥哥再丢了半年 那你记着哥哥的样子吗 记得 想不想他 想他 你看你就冲着那个电视 叫他回来 你说妹妹想你了 哥哥快点回来吧 我和爸爸妈妈都好想你 哥哥过去给过你什么好吃的 给过吗 给过 给过 给过什么 薯片 薯片 还有冰棒 冰棒 哥哥要是回来了 你给他什么好吃的 巧克力 你给他准备了吗 你告诉他 哥哥快回来吧 我还给你 给了你巧克力 准备了巧克力 哥哥爱吃吗 嗯 嗯 家里买了好几包巧克力 妹妹不哭 哥哥肯定能找到 咱俩拍拍手吧 肯定能找到 对吧 今天找不到 明天找 明天找不到 后天找 咱们一定能找到他 好 坚定 孩子可能找到 看着这个希望之门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还没有找到 灯 因为在孩子失去联系之后呢 家里第一时间报了警 而且公安机关也立案侦查了 我们在寻找过程中 跟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 得到的反馈消息是这样的 基本上有嫌疑的那些对象呢 他们的嫌疑基本上都被排除了 所以公安机关一方面 在子虚的追寻当中 另一方面呢 也跟我们说 不要排除很大的可能 就是孩子确实是 自己离家出走了 和小伙伴们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也希望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把这个寻人的消息 发布出去之后呢 孩子或者其他的小伙伴 或者是认识 见过这个孩子的人 能够看到的话 兴许会告诉我们 邓宇哲的消息 别担心 这种机会还是很多的 我懂了 观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看 这个节目的话 你能听到 爸爸妈妈 还有一个这么小的女儿 在一起哭 就是为了找一个孩子 现在大家觉得 这个孩子啊 被撕票的可能性很小 离家出走的可能性非常大 刚才阿东说 就是这个叫 邓玉哲的孩子 15岁 你真的不是孩子了 你要使性的离家出走 你赶紧回来 孩子 回到家吧 你在外头会越走越困难 你如果好的话 就回来 周围有人要是看到了 也像我这样 劝劝他 家是不能离开的 我们会想办法 尽最大努力 对 好 妹妹不哭了 抱着妹妹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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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一直忍着 直到妹妹哭的时候 我开始哭了 我觉得 最好的希望是这个孩子 青春叛逆期 离家出走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能祝福他们 本来一家四口多幸福的生活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等着我 谢谢 我们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我寻找我儿子王河松 80年10月9号出生 今天32岁了 因赌气 99年9月19号 从学校出走 走时身高1米73左右 偏瘦 说话带点宝丁 是我们不好 对你要求太薄 快点回来吧儿子 对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